临阵磨刀也太迟了吧 不迟 一点也不迟 这是吴雨森兼缀的最神奇的一部武侠片 当年影片刚上映 便被徐克的敌人节之通天帝国吊打 至于打到什么程度呢 那就是上映票房比敌人节硬生生少了两个多亿 以至于有很多人压根没听说过这部影片 可十多年后 这部影片却突然逆风翻盘 评分由原来的六点多 变成了七点五分 众多网友更是直呼低估了这部影片 还有人称 它是继卧虎藏龙之后最好看的武侠片 但有武侠就少不了纷争 这部影片的分成源头用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全是太监弟弟惹了祸 江湖传言罗魔遗体暗藏秘籍 能助人练就绝世神功 于是它为了恢复真身 不惜杀害忠良 抢夺罗魔遗体 按说最终结局应该是大多数武侠片那样 胜者为王或邪不胜正 但鉴于这部影片却不走寻常路 他通过陆主力手势赶化了 暗杀组织中的一代高手 戏宇 随后一代高手引退江湖 化名曾静 又与江阿生上演立出爱恨纠葛的故事 影片囊括了江湖 瑕士 爱情 仇恨 感化等众多要素 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武侠片 最终票房扑街只能感慨一句 生不逢时啊 当然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影片与大话西游当年一样 当时的观众 其实并没有真正看懂它 叶战青这个角色 可以说是大S出道以来 牺牲最大的一次了 可即便如此 影片上映后观众还不买账 在此替大S拘一把心酸泪 片中大S饰演的叶战青 与杨子琼饰演的增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退隐江湖后的曾静 言行举止落落大方 一朝一世手下留情 有种岁月静好之美 而叶战青却是欲望的化身 只要是曾静有的 他也要有 使曾静为头号敌人 因此在他引诱江阿生失败后 便又想试探转轮王 居然巧合之下 竟发现 暗杀组织的首领转轮王 竟是皇宫中的一个 九品小太监 转轮王秘密泄露 叶战青的下场 也只有一个字 死 至此可以看出 大S全程也就是个炮灰角色 不知道这是否也是 他最后悔出演的电影 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样一部国产武侠片 竟请了为韩国人当主演 之所以选择郑宇胜出演 国产武侠片 是因为他的年龄相貌 气质都非常符合要求 再加上他在国内拍过很多作品 且还会说普通话 这一点从影片人物的口型和字幕就能看出 同时他饰演的江阿生 也是片中藏的最深的一个 本以为是个青筒 谁知竟是个王者 江阿生在全片中的高光时刻 莫过于 临阵磨刀 单挑暗杀组织黑石的一幕 实在是出人意料 有大快人心 电影原名不叫剑宇 而是叫剑宇江湖 关于影片改名字 吴雨森是这样说的 由于杨子琼饰演的角色跟云有关 片中的耍剑招式也如雨点一般 且这部影片不单单讲江湖上的打打杀杀 还包含一些感情戏 所以去到江湖 用剑宇做片名更合适 拍摄剑宇这部电影时 可谓是大咖云集 但由于时常限制 免不了要删减一些画面 其中演员江一燕的戏份就惨遭删光 这也导致影片中出现了几处解释不清楚的地方 可让人更没想到的是有着第一打女称号的杨子琼竟然恐高 虽然在荧幕上看他打得激烈不已 可实际上他却是个恐高症患者 可想而知 当我们在为他的那些高难度动作较好时 他需要给自己多少压力去克制恐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有想了解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呢 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哟 拜拜